马来西亚的爱心则是送到了海地 海地今年受到马修飓风的重创 帮助风灾灾民渡过南关 最近在马来西亚雪兰俄州 有些民众就发起了南瓜意麦 还有咖啡馆一日意麦 南瓜百满地送爱到海地 一名马来西亚蓬衡州的农民 送了500公斤的南瓜给自己雪龙分会 志工把握机会为海地风灾 展开小型意麦获得热烈反应 善心人士还有来自雪兰俄州的 咖啡馆老板陈桂周与林佳化 进行夫妻党一日意麦 希望带动善的效应 选在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那这个金额老实讲会更大 然后会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们才选在礼拜天 希望能够有抛装饮浴的一个作用 然后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 醒目的红布条吸引大量顾客响应意麦 店员即使加班也甘愿做欢喜受 有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援 我可以做一个好的事情 这样好的活动应该让它宣传出去 对一个Facebook的post 我post在Facebook 希望我的朋友可以看到 他们可以来支持 十元海地不分你我 让善与爱横跨国界 发挥天下一家地球村的精神 大新闻 这上美之工 谢雅中 王日明 陈友福 马来西亚报道